2023年8月11日一个酷热的夏日午后,健身博主内尔明开启了他的Instagram直播。 对于他的粉丝来说,这通常是一次期待的互动时刻。 他们以为将看到内尔明分享健身技巧或展示他的训练成果。 然而,这次直播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很快演变成一场公开的悲剧。 直播开始时,画面略显模糊,随着镜头逐渐对焦,内尔明的身影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镜头前。 相反,摄像头被定位在一个阴影较重的室内角落。 突然间,摄像头被快速移动,对准了一个女人。 她被捆绑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脸上有明显的伤痕,眼睛红肿,充满恐惧。 她的上衣凌乱,发丝散乱,显然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显得异常虚弱。 此时的内尔明截然不同于她在社交媒体上的阳光形象。 她的脸上带着冷酷的表情,语气里满是控诉和怒火。 画面中,内尔明的身影开始在女人周围徘徊,然后停在了女人面前。 她质问女人为什么几天前要联系警方,她说因为感到害怕。 女人无力地低下头,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在她们持续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内尔明对女人控制的执念和愤怒。 直播的观众数量迅速增加,一万两千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直播。 接着,内尔明将镜头对准桌上的一把枪。 当她转身拿起桌上的枪时,她对着镜头说,嘿,你们将看到你们从未见过的场面。 随后,她慢慢走近绑在椅子上的女人,将枪口对准了她。 镜头开始抖动,随着一声枪响,划破宁静的午后,一个孩子的哭声突然响起。 这时,镜头突然对准一个看上去两三岁的小女孩,她正坐在地上哭泣。 或许,是被枪声吓哭了,又或者是被内尔明的咆哮声吓到了。 这时,内尔明突然说,来人,救救这个孩子。 然后,直播中断了,留下的是观众无法置信的沉默,和画面上那逐渐扩散的红色。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但是观看直播的其中一人认出了她。 这名观众就是女人的外婆。 案发四天前,外婆还和孙女共享着平静而温馨的午后时光。 那时的她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女。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和内尔明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内尔明·苏莱曼诺为其于1988年2月10日出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格拉达查词。 她的童年被波斯尼亚战争的阴影所笼罩,这场战争不仅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和困难, 也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内尔明出生在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她的父母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辛勤劳作, 这使得他们难以时常给予她应有的关爱和监护。 这种缺乏关注和监督,为内尔明接触并涉足不良圈子提供了机会, 15岁的她就开始参与小规模的犯罪和毒品交易。 内尔明渐渐觉得在这些同伴中找到了归属感, 这段经历对她的心理和道德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她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的情感, 如何在充满暴力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生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寻求安全感和掌控感, 内尔明开始对体育和健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发现,通过锻炼和增强体格, 她能在某种程度上抵御外界的威胁和自己内心的不安。 她将健身作为一种逃避现实困境的手段, 通过塑造自己的身体来寻求力量和控制感。 慢慢地, 她的健身爱好逐渐转变为对健美的追求。 不仅仅是关于肌肉的塑造, 更是一种对完美体型和外观的极致追求。 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健身照片和视频, 展示她那雕塑般的身材和明显的肌肉线条。 她对细节的关注和对完美的追求, 使她在当地的健身社区中获得了一定的认可。 她开始参加各种健美比赛, 并在其中赢得了一些奖项, 这些成就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健身界的地位。 除了参加比赛, 内尔明还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健身教练和健美博主。 她的Instagram和Facebook页面上充满了健身小贴士, 营养建议和励志语录, 吸引了一些粉丝。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她认识了她未来的妻子。 尼扎玛赫西莫维奇出生于1985年3月22日, 她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 她的父亲经常在德国出差, 母亲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家庭主妇, 还有一个妹妹。 认识内尔明的时候, 尼扎玛在一家纺织工厂上班。 当内尔明第一次看到尼扎玛时, 她的目光便被她那曼妙的身姿和迷人的外貌深深吸引。 她用健身者特有的坚定和毅力, 逐渐赢得了她的信任和好感。 内尔明的热情和对健身的热爱, 以及她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健康生活方式, 在尼扎玛眼中显得特别吸引人。 他们的关系从相识到相爱, 最终发展到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 这段看似美好的婚姻背后, 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2022年10月18日, 他们的女儿丽娜出生了。 而内尔明的控制欲和潜在的暴力倾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浮出水面。 她对妻子的家庭暴力, 开始从口头侮辱升级到肢体攻击。 渐渐地, 这种暴力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 这迫使尼扎玛最终决定寻求摆脱。 她鼓起勇气, 决定向警方报告丈夫的暴力行为。 她带着满身伤痕, 走进了警察局, 希望得到救助和保护。 在警局, 她详细地描述了内尔明的暴力行径, 包括对她的殴打和对孩子的威胁。 尼扎玛请求警方对内尔明采取限制措施, 以防她进一步伤害她和孩子。 然而, 尽管尼扎玛提供了具体的暴力事件描述和她身上的伤痕作为证据, 警方对她的案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警方反应冷漠, 他们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来保护她, 也没有有效执行任何紧急保护措施。 甚至在她反复求助后, 法院也未能批准她对内尔明的限制令申请, 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她构成直接威胁。 警方和法律的不作为不仅让尼扎玛感到无助, 也为她的未来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案发四天前, 尼扎玛带女儿去探望了自己的外婆。 然而, 外婆很快就注意到了她眼中的忧虑和疲惫。 她的面容透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焦虑和恐惧。 外婆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孙女, 感受到了她的不安和紧张。 尼扎玛试图掩饰自己的担忧, 她告诉外婆自己因为照顾年幼的女儿而夜不能寐, 但外婆的直觉告诉她, 事情远不止于此。 外婆感觉到孙女心中有难以言说的重负, 但她并没有透露太多。 然而, 这次探望也成为了尼扎玛与外婆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内尔明知道妻子向警察寻求帮助后, 她非常的气愤。 由于她从青少年时期就涉入犯罪活动, 这种长期与法律机构的对立经历, 尤其是与警方的多次冲突, 使她对警察产生了深深的敌意。 妻子的报警行为在她看来是对她权威的挑战, 她认为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背叛。 此时的尼扎玛已经带着女儿躲到姨妈家, 这个地点只有警方知道。 然而, 内尔明还是找到了她。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警局有一位年轻的女警察是内尔明所在健身房的常客, 他们相互认识。 而尼扎玛的藏身地点就是从她那里的值的。 2023年8月11日上午9点, 内尔明开着她的宝马车前往尼扎玛姨妈家。 当她到达时, 尼扎玛的表哥试图阻止内尔明进入家中。 不幸的是, 内尔明把出枪向她射击, 导致她受伤。 虽然表哥尽全力干预, 但还是无法阻止内尔明将表妹和侄女带走。 身受枪伤的她立即呼叫了救护车和警察, 报告了刚才发生了一切。 内尔明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一座位于西伯瓦茨的废弃小屋, 这是一处被树木和田野包围的地方, 远离城镇的喧嚣。 她的隐蔽性为内尔明提供了一个无人干扰的环境。 于是, 一场震惊全世界的直播开始了, 也就是影片开始的那一幕。 在一万多名观众的目睹下, 内尔明扣动了班机, 结束了尼扎玛的生命。 之后, 她开着她的宝马车前往市中心, 渴望找到更多的目标来发泄她的愤怒。 她开始在街道上游荡, 随机射杀了两个无辜的男人。 这是一对父子, 分别是55岁的Janice和23岁的Dennis。 但她的恐怖袭击并没有就此结束, 她还袭击了一名警察。 幸运的是, 警察并没有生命危险。 几小时候, 内尔明再次打开了直播, 向她的粉丝们更新最新动态。 她告诉大家, 刚才她又夺走了两个敌人的性命。 她似乎很享受这样的关注。 在直播中她还透露, 这不是她第一次犯下谋杀, 暗示她以前也参与过未被抓获的谋杀案。 还提到我好像漏掉了某人, 但现在为时已晚。 直播结束时, 她表明对自己当天行为的满意, 并选择在警方到达之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久后, 警方到达了内尔明自杀现场, 尽管她已经不在了, 但警方启动了全面的调查, 包括她所犯下的谋杀和她所暗示过去可能的犯罪行为。 他们的女儿丽娜最后交给了尼扎玛的妹妹抚养。 公众对内尔明通过社交媒体直播自己的犯罪行为充满震惊和愤怒。 在内尔明第一次直播期间, 竟然有人在评论中说, 快动手啊, 这是她应得的等类似言论。 一些观众不断鼓吹内尔明进行暴力行为。 在匿名的环境中, 一些个体可能感觉解脱于常规社会行为的约束, 表达通常会被认为不合适或极端的观点。 观众在看到其他人发表激进评论时, 可能会感觉到一种从众的压力或冲动, 从而加入这种行为。 在某些情况下, 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虚拟的煽动, 促使直播者采取更极端的行为以满足观众的期望, 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或认可。 这一事件引起了对社交媒体平台责任的广泛质疑, 许多人呼吁加强内容监管, 以防止暴力行为的直播和传播。 同时, 这也再次将家庭暴力问题推至公众视野, 引发了对受害者保护不足的关注, 并对警方未能采取有效行动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 公众要求政府和社区增加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持, 包括更多的庇护所、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 社会各界对于加强法律和政策以更好地应对这类事件的呼声日益高涨, 特别是在提升家庭暴力法律制裁, 改进受害者保护程序方面。 尼扎马的悲剧虽然无法逆转, 但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催化剂, 让我们铭记这个教训, 携手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于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点个赞或者点击订阅按钮。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下期见。